让我们大家一起来礼经那圆满觉悟的佛陀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I will pay respect to the Buddha, the Fully Enlightened One Buddha bodhaya dhiti dhantoyo tamatayasa tamatayatanto tamantinovatranayasa nibhudo nivhanathayatan lokatrananami lokatranolokatoma ikhozayata subshyata muda yo naga budhanagamiro yadi aseinde ato tachyamya svaphyadi udod desalien kurarainto tventimyandamu ipsyive bodhaya satchataitadubhoboluro kutu tenlenti jabhazi jancho ngalagam tanto kuraga bhenyanchi ramu ipsyive tamatayasa chataitadubhoboluro kutu mayyanchi jajichengalagam tanto kuraga bhenkileta upu kate nyendamu ipsyive tamatayasa chataitadubhoboluro kutu mayyanchi jajichengalagam tinovatandayana vangarachango kutantuchau kurarainyau phipyivedhalien tiranayasa kuratatutu chutaituro nibhudo nivhud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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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utantuchau yau chabhazi jancho ngalagam nevweh topici leta ranipanwensayokte kurarayena i�yanchamuhipyive nivhanatayasa kurathat Setude niluro pukhate nyendam cause jancho ngalagam Dhamma Nizilina Dhammasako Thidhidhi Guru Nashe Tham Yata Apshe Hochara Mukhe Bhabeyi Lokatrana Lokatumai Gosayata Supshatamudho Tanaga Buddha Naga Miroyati Asindeyata Tathamudho Tathamudho Namina Mamiko Nau Nalongtong Zong Pyeong Pyeong Bangu Shoyue Gadao Mya Nulisong Mo Yue Shikho Unyopayi Mya Swapya Mya Swapya Sadhidenhanmi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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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o today I am going to give A new talk 所以说今天他要为我们开示 一个新的开始 就是从来没有开示过的开示 那这个开示的主题就是 生命中殊胜的吉祥 这是佛陀所开示的 所以我会给这讲 基于Mahamangala Sutta 尊者会依据搭极祥经 来做这场开示 那这个吉祥呢 就是天人以及人类 都在很久以前 都一直想要知道 到底什么是吉祥 他们都一直在讨论 到底什么才是真正的吉祥呢 他们不只在讨论 他们也一直在想象 到底什么才是吉祥呢 他们不只在想象 也彼此互相地在讨论 什么是吉祥 虽然他们在互相彼此在讨论 可是没有办法找到 正确的答案 到底吉祥是什么呢 那在古说在这个詹布州 赞布州呢 在城门 在这个大会堂 在所有人家聚集的地方呢 很多人都聚集在一起 在一起呢 去讨论 去做他们 聚集在一起 要做的事情 他们每一次选择 以一个主题来讨讨的时候 这个讨论呢 经过四个月的时间 就会讨论结束了 那有一天呢 他们就开始选择了 这个关于吉祥的主题来讨论 到底什么是吉祥呢 是看到的属于吉祥吗 还是听到的属于吉祥 还是觉知到的 才是吉祥 到底谁知道 吉祥是什么呢 可是他们有的指数问题 却没有答案 然后呢 就有一个人 这个人的名字叫做 看到的是吉祥 那这样的人说 我知道吉祥是什么 那他说呢 看到的才是属于吉祥 那这个人有这样的一个概念 认为说 看到的是属于吉祥 所以这就是属于一种意见 认为看到的是吉祥 那他这样的意见呢 有些人能够接受 有些人却不能够接受 那些人不能够接受的 就跟他争吵起来 然后另外 另外一个人 他的名字叫做 听到的是吉祥 那这样的人说 尊敬的先生 眼睛看到纯净的 也看到 就是看到无垢的 也看到有污染的 眼睛看到好的 也看到坏的 看到可以的 也看到不可以的 那如果我们说 看到的是属于吉祥 那这样所有看到的东西 都应该是吉祥才对 所以我们不能说 看到的就是吉祥 那说这一段话的 是一个叫做 听到的是吉祥 这样的一个人 他把他的意见 发表出来 他说 听到的才是吉祥 所以听到的这个声音 才真正的是属于吉祥 所以他的这个概念 就是听到的才是吉祥 所以因此呢 这个叫做 听到的是吉祥 那有些人能够接受 他的看法 有些人却不能 那些不能够接受 他的意见呢 就跟他起争议 那另外一位呢 叫做觉知到的 是吉祥的人 他就会对他说 他说先生 耳朵听到好的 也听到不好的 听到可以的 也听到不可以的 如果听到的就算是吉祥 那应该所有听到的 都是吉祥 所以因此 听到的不能够算是吉祥 那应该说 觉知到的才是吉祥 那这里觉知到的意思就是 指一种味道 气味或者是味道 或者是我们烹触的 这个触觉 那这些呢 才是真正的属于吉祥 就是说是通过我们的 闻到的气味 肠道的这个味觉 以及身体 烹触的这个感觉 这一些 才是属于真正的吉祥 所以这样的一个人 叫做觉知是吉祥的人 认为说 我们闻到的气味 我们尝到的这个味道 我们烹触到的这个触觉 这些种种 才是真正算是吉祥 所以这些呢 就属于觉知的吉祥 有些人能够接受 他的这个看法 有些人却不能够接受 所以尊者问说 现在我们听到了 多少种不同的吉祥呢 所以是三种 就是看到的是吉祥 听到的是吉祥 或者觉知到的 才算吉祥 他们都没有办法 说服彼此 所以有些人 赞同这个 看到是吉祥的说法 其他一些人 赞同说 听到的才是吉祥的说法 那还有一些人 他们 同意 觉知到的才是吉祥 那些同意说 看到的才是吉祥的人 认为说 只有见到的才是属于吉祥 其他的都不算 那些同意说 那些同意说 听到的才是吉祥的人 他们就认为说 只有听到的才算得上是吉祥 那同样的那些同意认为说 觉知到的才是吉祥的人 就有这样的看法 说只有觉知到的才算是吉祥 那这样的互相的这种争论呢 就蔓延到整个湛布州 南湛布州都在讨论 所以因此呢 这整个湛布州的人们 都聚集在不同的地方 一直在讨论 到底什么是吉祥呢 那他们的这些护法神 听到了他们的讨论 在护法神当中 他们也彼此聚集在一起在讨论 什么是吉祥 那这些他们的这些守护神的朋友 这些低居天的这些天人 听到了他们也在互相在讨论 到底什么是吉祥 所以他就从一个地方 一直蔓延到另外的地方呢 大家都在散播 都在讨论 那从人类的讨论 到了守护神之间的讨论 就到了这些守护神的朋友 他们之间的讨论 然后呢 就到了天上的天人 也在互相讨论这个问题 然后到四天王天的天人 也在讨论 然后这样一直的 就是一直这样 向上向上的 一直到 金居天的这个 社旧金天 到了这个 阿卡尼大 就是社旧金天 金居天的很高的 最高的这个 天界的天人 也在这样讨论 就这样呢 在讨论 什么是吉祥的 这样的议题呢 就一直一直 散播到全个地方 不同的地方 都在讨论 就这样直到 在一万个世界的 众生都在讨论 到底什么是吉祥 但这样的一个议题 开始之后呢 就一直持续的 有了十二年的时间 都一直在讨论 那虽然呢 他们有人说 这是吉祥 有人说 那是吉祥 可是他们之间 都没有办法 达到一个公式 没有办法 同意到底什么 才是真正的吉祥 那所有的人类 所有的天人 乃至所有的翻天众 除了他们之中的 这些生者以外 那其他的人呢 他们都 根据他们的见解 被分成 主要的三组 一组就是认为说 是看到的是吉祥 另外一组认为说 听到的是吉祥 然后最后一组认为 觉知道的才是吉祥 可是虽然这样子 互相在讨论 没有任何人 能够很肯定的 得到一个结论 说这才是 真正的吉祥 所以关于吉祥的 这个喧哗 就在世上出现了 所以这样的一个讨论 总共有多少年的时间呢 12 years so when 12 years had passed during which Devas and human beings had repeatedly investigated this matter without reaching agreement 那就这样 人类之间 以及天人之间呢 就是一直重复的 在讨论 在研究这个课题 一共用了12年的时间 还是没有得到 一个肯定的结论 so the Tawadinsa deities came together and considered Dear sons The house master is foremost among the residents of a house A village headman is foremost among the inhabitants of a village A king is foremost among all people and in the same way Sekka is foremost and chief among us in regard to splendor of merit authority and wisdom and is the overlords of two deva wants wants 那这时候呢 33天的天人呢 就聚集在一起 他们这么说 他说 在一个家里面 最上的就是一家之主 在一个村庄里面 最上的 最高上的 就是那个村长 那在所有人类来说呢 最至上的 就是国王 那同样的 在我们当中 在这两个天界当中呢 最至上的 上手的 无论是智慧 无论是权力 或者是他们 他所累积的福德 都是最上的 就是我们的 saka天地 就是第四天 它是最上的 让我们就去问他吧 问saka天地 问第四天 关于这个事情 so they went to saka whose glorious body was dressed and ornamented in ways suitable for the occasion and who was stated on this throne of yellow marble at the foot of the bhari chattaka tree accompanied by a retinue of two and a half cordies of nums 然后呢 他们就去见 去见这个 第四天 见这个saka天地 那这时候 saka天地呢 就是身体呢 穿着非常 适合 场合 该场合的 这个衣着 而且呢 非常辉煌 装扮的 这个身体 然后他当时呢 是坐在 他的宝座 这个由黄色的 宝石 所做成的宝座 而这个宝座 呢 是在一棵树 这个树叫做 parichattaka树 下面坐着 然后在身边 围绕着 两千一百万位 天女 Good translation 尊主文 这个翻译 还可以吗 They paid homage to Saka stood to one side and search 他们 离经 这个第四天之后呢 站到一旁 就对 第四天说 You should know Dear sir That a question about blessings has a reason 尊者 你应该知道 一个关于吉祥的问题 已经升起来了 So some say that the sin is a blessing Some that the heart is a blessing and some that what is sensed is a blessing 有人说 见到的 才是吉祥 也有人说 听到的 才是吉祥 跟有人说 觉知到的 才是吉祥 None of us have come to a conclusion about this Please explain this as it is 那我们当众 都没有办法 得到一个结论 请您 为我们解说 那这个 诸天的这个 天王 他本来就是 很有智慧的 所以他就问他们说 这个关于吉祥的 这个课题 一开始 最初 是从什么地方 开始的呢 他们就回答说 诸者我们一开始 是从 四天王天的 天人那儿 听到的 他们就说 他们是从 空居天的 天人那儿 听到的 而这些 空居天的 天人呢 是从 低居天的 天人那儿 听到的 而低居天的 天人呢 是从 人类的 守护神 那儿听到的 而这些 守护神说呢 这个课题 最初 是从 人类 在人类 之间 开始的 听了 听了之后呢 这个天王 这个世界 地狮天王 就问他们说 现在 那个圆满 觉悟的人 他住在哪儿呢 那这些天人就回答 第四天说 现在这位 圆满 觉悟的 师尊呢 就住在 人类 人间 住在人间 所以呢 第四天王 就问他们说 那有没有任何人 将这个问题 请示过 师尊呢 那他们回答说 还没有 那这时候 到底这个 撒嘎天王 他是怎么回答的呢 他说什么呢 他说 我就好像 一只 萤火虫 佛陀就好像 一个熊熊的 一个烈火的 一个很亮的灯 那您认为如何 你应该是 问我吗 那现在 世上 有如熊熊 大火的 佛陀存在 你先来问我 这个 小如 萤火虫的 那您真的认为 你们真的认为 我应该是 被问这个问题的人吗 你因为你错过了 去问佛陀 佛陀是 能够很好的 完全没有 漏洞的 为您讲解 什么是 吉祥的本质 你应该去 去问 师尊 问佛陀 大家准备好 去问佛陀了吗 所以他们就做好了 一切需要准备的 这些 事前准备的工作 然后我们去 礼坚佛陀 然后这个萨喀天地 他就指示 其中一个 年轻的天人说 你要去负责 问佛陀 这个问题 那尊者说 所以呢 有时候 我们想要去 知道某一项 事情的时候 要知道某一个 东西的答案的时候 我们应该要去 选择一个 适合的人 适当的人 来问这个问题 that young deva having adorned himself with himself in ways suitable to the occasion accompanied by a group of devas went to the great monastery in Jeta group Anatha Bintika monastery 那这位 被指定的天人 当时就穿着了 适合的 装饰的衣服 然后把自己打扮好 好像闪电一半 在中天神的围绕之下 就来到了 是圣利林 里面的这个 几坨 几固独园 Did he go alone or did he go with a group of devas? 那尊者问说 他是自己一个人去 还是 在中天人的围绕 之下 一起去的呢? accompanied by devas accompanied with his accompanied he went to the great monastery offered by Anatha Bintika 那在 所以呢 他是在 中多天人的围绕 之下 来到了这个 伟大的这个 寺院 这个就是 几孤独 长者 所供养给 佛陀的 这个寺院 那这位天人 他顶礼 佛陀之后 站到一旁 然后以寄颂 来问佛陀 关于吉祥的事情 那尊者说 这里我们要了解到 他是怎么样 去 亲近佛陀 去捷径 靠近 接近佛陀 当他往一边 站着 要问佛陀 问题 他是怎么样 站的呢 他是如何 去站的呢 那尊者说 在这里我们应该了解到 怎么样 当我们去 接近我们的 老师的时候 怎么样才是 适当的 适合的 这个 站立的方法 那他是怎么 站立的呢 他是不在 前面 不在佛陀 前面 也不在佛陀 后面 他不是太靠近 也不太远 不在一个 逆风的地方 不在那个 凹下去的地方 也不在一个 比较矮 或者比较高的地方 他远离了 这种种的过世 而站在一旁 所以当您要跟 您的老师 对话的时候 请不要坐在 老师的后面 也不要坐在 老师的 直接的前面 不要正前面 不要坐在 老师的正前面 应该是稍微 往旁边坐 不要太靠近 其实也不要太远 不要在 逆风的地方 不要在 下面 也不要比他高 所以这种种 之前说 种种过世 我们都应该去 避免 但不是说 在每一次 都需要这样做 只有当 因缘居住 我们可以这样做的时候 我们就应该这样做 有时候在一间 很小的房间里面 我们要听闻佛法的时候 有时候没有办法 避免这种种的过世 尊者说 有时候当尊者 比如说去顶礼 一个比较年长的 一位大长老的时候 那随行的金人 将桌布 就是那个位置 将尊者的位置 就放在 就是安排在 那个大长老的正前面 那尊者就将他 移到一旁 那个金人 又把他移回 正前面 那尊者又把他 移到一旁 那尊者又把他 移 所以就移来移去 变得大家都很忙 所以说可能是因为 外国人都喜欢 有眼睛对眼睛的 这个注释 来交谈 可能这对 在家居士来说 是很好的 可是对出家人 来说呢 这不是很适当的 那真的说 有时候可能 根据 时间跟应援呢 有时候老师 是要避免 不要直视 直接地去注视 直视那个学生 是吗 这什么问题 是吗 大家明白吗 如果是一位出家人 如果他要看着 一位在家的 这个女居士 直接去注视 她的眼睛 这样是很好的吗 可是如果他们 就坐在正前方 那应该怎么办呢 那个老师想要避免 也没有办法 没有这个办法 去避免 那根据实际 以及应援呢 有时候需要去 直视 有时候呢 应该避免直视 所以呢 对于我们来说呢 我们应该 是坐在一旁 不要坐在 老师的正前方 那如果我们 坐在老师后面 那老师就需要 转身 来跟我们说话 那这个呢 是不好看的 而且呢 也不适当的 那有些人呢 喜欢坐得 离开老师 很靠近 很接近 那对于出家人来说呢 这是不好看的 那如果有弟子呢 这样去做 做得很 离开那个老师 离开正子 很靠近 那其他人间呢 可能会有所这个 有所诬赖 有所指责 有时候 学生坐得太远 而且讲话很小声 那老师没有办法听见 所以这个也不是 适当的坐的位置 所以我们应该选择 一个适当的距离 来做 不要太靠近 也不要太远 所以我们应该选择 如果是一个地方 对风 有时候 学生会有 状态 所以什么情况 如果是坐在 逆风的方向 那万一 这个学生 身体有体臭 一种臭味 那会怎么办呢 那会发生什么事情 这会 也会对老师的一种干扰 形成一种干扰 而且我们也不应该站立 或者是坐在一个 比老师还要高的位置 所以这位年轻的天人 他远离了 避免了这种种过失之后 他站立在一旁 那这在一族里面 又有解释 解释说 为什么这位天人 只是站着 而不坐下来呢 因为他想很快的 又要回到天上去 Do you know why do they want to return very quickly? 尊者问说 大家知道 为什么这些天人 要很快的 就要回到天上去吗? So the commentary explains when devas come to the human realm for a particular reason they don't so like to stay long they don't want to stay long 那遗嘱里面讲解说 当天人来到人间的时候呢 他们有某一个原因 需要来到人间的时候 他们都不希望 在人间停留很久 所以他们从天上来到人间 就好像一个身体 很干净的人 进到厕所里面去一样 大家明白吗? 我们就好像是 一所茅厕 所以他们对人间 人类的人间 自然地生起一种 厌恶感 因为对他们来讲 这个人间的那个臭味 即使在一百游巡 一百游巡 古声音的很远的 一百游巡以外 也能够闻到 这个人间的这个臭味 Do you think you are beautiful? 就怎么说 您觉得您很漂亮吗? Do you think you are clean? 您觉得您很清净 很干净吗? So for them so they have this understanding humans have foul smell for them even from a hundred yodhana one yodhana equal to eight minds 那他们有这样的 见解认为说 人类都是充满着 这个臭味的 那即使在一百游巡 的距离以外 也能够闻到 那这个一个游巡 真的说是等于 八英里的距离 所以从多少 英里以外 他们就能够 闻到人类的 臭味呢? 八百 minds 很近 从八百 英里以外 就能够闻到 人类的 臭味 因此呢 他们只站着 没有坐下来 因为他们想 很快的 就要再回到天上去 So they don't enjoy coming to human realm 他们不喜欢 来到人间 They are those with much punya 他们是那个 拥有很大的 福报的 众生 那在我们的身边 其实也有 很多的天人 可是在我们身边 的这些天人 没有在天上的 天人的福德 这么大的 福报那么大 So there are many devas on the trees So they are around humans 甚至说 在书上 也有很多的 这个书神 他们都在 我们人类的 周围 那由于刚才 所讲到这个原因 所以他们都 没有坐下来 他们只是站着 因为他们想要 把他们来到 人间的这个任务 赶快完成之后 就快一点 回到天上去 而且呢 人们为什么 需要坐下来 是因为他们要 因为走路了之后 会觉得很累 很疲倦 所以需要坐下来 休息 可是对于天人来说 他们没有这样 这样的一种 疲倦的感觉 所以他们不需要 坐下来 另外一个原因 我们人类 如果想要 在某一个地方 坐下来 比方说 一位鼻窟 鼻窟他要坐下来 他需要 带着一块桌具 桌布 坐下来的这个布 即使是对于 在家人说 比如说我们要 在室外 坐下来 比如说在草地上 坐下来 或者在地上 外面的土地上 要坐下来 我们也需要 有一块布 让我们坐在 布上面 对于天人来说 那些福报 很殊胜的天人来说 他们不需要 带着这样的 一个座布 根据他们的业力 如果他们想要 在某一个地方 坐下来 那个适合 让他们坐下来 的地方 就自然会显现 那佛陀也坐在 一个座位上面 如果他们 也是有一个座位 让他们坐下来 这样会很好吗 您认为 这样适当吗 我们应该这样 去做吗 佛陀是一切智的佛陀 非常伟大的人 我们不应该 跟他一样的 坐下来 因此 出于对佛陀的尊敬 他们没有这样 坐下来 还有另外原因 因为他们很敬重 在佛陀旁边 站立着的 这些大弟子 众多的这些大弟子 因此 对于他们的尊敬 他们没有坐下来 而且 他出于对佛陀的尊敬 他也没有坐下来 因为当天人 想要坐下来的时候 一个座位会自然地 产生显现出来 可是因为他不想 有这样的一个座位显现 因此 他没有想到 要坐下来 只是站在一旁 在这里呢 尊者想要我们分享说 在佛陀时代的时候 天人以及翻天宗 是在什么时候 来拜见 来礼见 佛陀的呢 当天人以及翻天宗 如果他们想要去 礼见佛陀的时候 他们都是在 中夜分 在夜晚的中间 中夜分的时候 去礼见佛陀 因为在佛陀时代 没有这个时钟 这个概念 因此我们不能 很准确地说 这个中夜分 是属于几点 但是在西兰卡 有大长老 他们决定说 这个中夜分 是从晚上十点 到第二天凌晨两点 这段时间 是属于中夜分 那我们在 晚上十点 在早上两点 这段时间里 我们正在做什么呢 在这段时间 在凌晨两点 佛陀又正在 做什么呢 佛陀正在 开示说法 宣说佛法 正在教导佛法 正在为天人 以及饭店中 所提出的问题 为他们解答 因此呢 尊者今天晚上 要跟我们分享 这佛陀在他 四十五年 这个说法的 这个行程里面 每天的这个 五个阶段 所做的这个 一天五个阶段 所做的事情 Do you want to know? 大家想知道吗? Yes So in Pali It is said Pure Bhatta Buddha Kichang 那在 Pali呢 这边是称为 Pure Bhatta Kichang Buddha Kichang Pure Bhatta Buddha Kichang Pura means before Buddha means arms Before arms The Buddha's activities Before arms 所以这句 Pali呢 Pura Pura前面 是之前的意思 Pura是之前的意思 Buddha 就是波食 是佛陀的 托波的食物 波食 所以 Pure Bhatta 就是在 托波之前 在金石 佛陀今时之前 他所做的 这些 种种的 这些事物 他在 今时之前 做什么事 Simply to say The Buddha's Morning activities 或者我们简单地说 这是佛陀 在午前早上 所做的事情 So it is explained that The Blessed One The Buddha Would rise Ali In the morning And take care of His Physical needs Such as Washing His face And so forth Doing so To benefit His Attendants And for the sake of His Physical Head 据说我们的佛陀 他会早上 一早 会起来 然后先照顾 自己的身体所需 比如说 他会洗脸 等等 这样做 为什么 是为了利益 他的侍者 以及为了照顾 他的身体的健康 然后呢 他会独自一个人 在坐着 一直等到 应该要去脱波的时间 当要去脱波的时间 到了的时候呢 他会先 佛陀会穿 他的下衣 然后把腰带绑好 然后呢 再把上衣 再穿他的上衣 把身体覆盖起来 然后呢 取着他的波 就进到村庄 或者是城市里面 去脱波 有时候他会自己 一个人去脱波 有时候是在 众多的 僧团的 比库的 陪伴下 到村庄 去脱波 有时候他是一个 很自然的方式 去脱波 有时候呢 会伴随着许多 很神奇的现象 进去脱波 非常的神奇 大家想要听吗 当佛陀要进去 那个村庄 或者城市 去脱波的时候呢 在他进去之前 有一阵 轻微的风 会先将地上的 所有的杂物 都清除干净 然后云朵呢 会撒下那些雨滴 雨滴 雨滴 来让地上的这些尘埃呢 都能够 就是变成 都沉淀 沉淀在地上 在道路上 都沉淀下来 所有的尘埃都沉淀下来 而且呢 这云朵呢 在佛陀上面 形成了一个散盖 然后其他的风 会将那些花朵 在空中带来 飘来 然后呢 在路上呢 都撒下许多的花朵 所以地上如果是 高吐起来的地方呢 会自然的降下 降下降 如果地上是 先下去的 凹先下去的 也会自然的提高 所以因此呢 佛陀无论他到哪里呢 地上都一定是平坦的 有时候呢 柔软的这个莲花呢 会去 称托着 他的每一个脚步 一当佛陀的幽角 踏入城门的时候呢 佛陀身上会发出 这六色的光芒 这六色的光芒 会散播所有 不同的石方 那变成了 所有的这些 大楼 所有的这些房屋 一切的这些建筑呢 都看起来 好像被一层 金色的光 所照耀着 大象 马 鸟 这种种的动物呢 站在他们本来的位置呢 就开始 发出呢 悦耳 东听的这个音声 那而且呢 所有的这些 音乐器 那比如说 鼓 以及枇杷等等 以及 人们所穿戴的 这些装饰 那这些都会 自然而然的 发出这悦耳 东听的音声 我再重复一下 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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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其他动物 一切 站在他们 本来的位置呢 就会发出 这悦耳 东听的音声 那同样的 那些乐器 比如说 鼓 琵琶 等等 也会自然地 发出这 悦耳 东听的音声 那同样的 人们身上 所穿戴的 这些种种的装饰 也会自己 自然地 发出这 悦耳 东听的 这个声音 那通过 这样的一个 显示 人们见到 这样的一个 状况 就知道说 今天 佛陀来到 拓坡了 来这边 拓坡了 然后人们 就会穿得 很整齐 穿得很好看 然后呢 带着香 带着花 以及其他 他们要供养的 东西呢 他们就从 家里面出来 走在路上 非常恭敬地 将他们的 供养品 供养给佛陀 他们顶礼佛陀之后 就对佛陀说 佛陀 请您赐给我们 十位 让我们 供养 波石 或者说 请您赐给我们 二十位 或者请您 分派给我们 一百位 比赫 这就是他们 显示 对佛陀 信心的 这种方式 只有存有 信心的人 才能够 这样去做 他们接过了 佛陀的波之后 他们为他准备 一个适当的 一个座位 然后呢 很恭敬地 把波石 供养给佛陀 When he had finished his meal the blessed one would survey the minds of the people present and teach them the Dharma in such a way that some would go for refuge some take the five precepts some attain the fruits of stream entry some attain a once returner or a non-returner 那当佛陀 在他 今时完毕之后 他会去 省察 去视察 这当时 在场的人们 他们的根基 然后呢 去教导他们 适当的 这个佛法 以便呢 他们当中 有些人 能够因此 而接受 皈依 有些人 能够因此 受持五戒 也有些人 能够因此 真的 出果 入流果 真的 二果 一来果 或者真的 三果 不来果 所以说 如果我们 大家能够 有心 可以亲自 见到佛陀 那是多么的 好啊 因为佛陀能够 为您教导 适合您的 佛法 佛陀将能够 帮助您 根据您的 所累积的 这个质量 这个巴拉密 让您能够 顺利地体振 如果您 如果您 能够 见得到 佛陀 那真的是 您很大的 这个 很殊胜的 福报 所以如果 能够 亲见 佛陀 那是 多大的 福报 可是很不幸的 今天您 见到的 只是 雷瓦达 尊者 因为尊者 不知道我们 每一个人 他个别的 这个巴拉密 因为没有办法 知道您在过去 曾经累积了 什么样的 质量 什么样的 这个巴拉密 所以说 可是 为什么 我们没有 亲自 见到 佛陀呢 因为我们 没有累积 足够的 这个资粮 足够的 这个巴拉密 以便能够 亲自 见到 佛陀 我们都没有 累积了 要成为 佛陀 弟子的 这些 巴拉密 因为这样 我们没有 办法 亲自 见到 佛陀 在先进 这个时候 已经没有人 能够 纯粹 只是通过 说法 就能够 让您 体振 道果治 总共 我们可以 把所有的人 分成 四类 第一类 第二类 是 第三类 是 第四类 是 所以 你看到 这里 佛陀 首先 他去 视察 众生的 根基 众生的 心 来 觉察 来 看 他们的 根基 然后 再教导 他们 适合 他们的 佛法 有些人 在当场 就能够 体振 这个出果 有些人 当时 就体振了 第二果 这个 一来果 有些人 体振了 第三果 不来果 肯定的 当时是 有这些人 能够只是 纯粹 通过 听闻 佛陀的 说法 就能够 体振 这种种的 道果 所以 这第一种人 叫做 略开智者 这样的一种人 略开智者 就是纯粹 通过 听闻 佛法 就能够 有所体振 所以 将要成为 目见连尊者 以及将要成为 舍利佛 尊者 当时的 修行者 他们只是 听到了 很简短的 一首 祭颂 就体振了 第一个 道果 词 尊者问说 大家想要听 这一首 祭颂 能够让 这两位 修行者 体振出果 的 祭颂 大家想要听吗 这是一种 测验 看我们能不能 听了 也能够 有所体振 所以 我会 语颂 也 也 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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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 尊者说 他念的 这首 祭颂 就完了 只有这两句 当他们听这段 祭颂 这两个字 还没有讲完 他们的两位 都顺利地 挣到了 这个第一个 道果子 所以他们两位 是属于第一种 这个略开字 者 只是 纯粹听闻 很简短的 寄颂 就能够 体振 这个道果子 因此 有讲解说 在现在 这个时候 已经没有 这样的 低类的人 and second type of person so among five ascetics Panchak Wagyi those who hear the first discourse of the Buddha which is Dhammachaka Povotana Sutta one among them have a day Soda Pana after hearing Dhammachaka Povotana Sutta 那在 五位 修行者 当中 他们 在他们 听了 佛陀 所演说的 第一部 经 就是 Dhammachaka Povotana Sutta 就是 转法轮经 之后 在五位 这个五位 影师 当中的 其中一位 在听了 这个 转法轮经 之后 就体振了 这个 出果 在 人间 身为人的 以人类来说呢 在 五位 当时的 听众里面 就只有一位 体振了 这个 第一个 道果治 那他就是 将来成为 这个 Kondanya 尊者的 这样的 这个 修行者 在当时呢 除了 这位 人类以外 还有 天人 及 梵天中 总共 应该是 十八千万 这叫十八亿 是吗 一千万 是一亿 十八亿 有十八亿的 天人 以及梵天中 也同时 体振了 这个 第一个 道果治 所以这第二种人 叫做 广眼 知者呢 就是这种 能够在 听过了 很详细的 佛法 讲述 之后呢 能够去 体证佛法 能够去 体证 刀果治的人 在现在呢 也不再 存有着 第二类人 那第三种人呢 就是需要 以很有 系统的 安部就班的 去修 这样的人 所以他们 我们必须 很有系统的 根据佛陀的 教导 去修 这个 阶学 丁学 以及 灰学 这样呢 经过 有系统的 修之后 才有可能 可以去 体证佛法 并体证 这个 道果治 所以 我相信 相信在我们当中 有很多 是属于 第三种人 所以 雷瓦达 所以 雷瓦达 尊者 就是能够 教导您 按部就班 有系统 去修的人 即使 尊者说 即使我们 现在能够 见到佛陀 我们也不可能 只是纯粹 通过听 简短的 寄送 或者听了一段 比较详细的 演讲 讲说 之后呢 就能够 体证佛法 所以呢 你还是算是 我们还是算是 幸运的 算是有福报的 那第四种人 这个只是 文居为罪者 的第四种人呢 是在这一世 他们的这一世 无论他们 多么的努力 尽尽 也没有办法 去体证 没有办法 去 征入 禅纳 安子定 也没有办法 去体证 这个 刀果治 那所以呢 在当时呢 在许多人 听了佛陀的 开示之后 就有些 体证了 这个 出果 有些 体证 二果 有些 体证 三果 那还有一些呢 在出家之后 那会体证到 这个 阿拉罕 阿拉罕果 就是最高的 这个果位 就如此 以众多 不同的方法 去利益了 这许许多多 的终生之后呢 佛陀会 从他的座位 里面 从他的座位 站起来 然后回到 寺院 那回到寺院之后 他会坐在 亭子里面 在一个 为他准备好 非常殊胜的 一个位置上 坐着 一直等到 比库们 都吃 用完他们的餐 那当比库们 都用餐 结束之后 佛陀的侍者 就会 让佛陀知道 说比库们 已经吃完了 那佛陀呢 就会进入 他的住处 他的乡房 这就是他 佛陀午前 中午之前的活动 那佛陀的第二 系列的这个活动呢 就是在午后 就是用餐之后 的活动 那因为现在 已经是八点 四十四分了 就是说 至于佛陀 在午后 所进行的活动呢 尊者会在 下一次 为大家 再有佛法开示的时间 再为我们讲解 大家有问题 要提出来问吗 请问班达 刚刚有说 天人 他是站着的 而不是坐着的 那不知道 诸书里面 有没有解释 那为什么 不是跪着的 那因为呢 里面有说呢 里面有说呢 最尊敬的一个知识 就是这个 站立的知识 所以因此呢 他们选择 这个站立的 最大的 敬意的 这个知识 里面没有讲解 关于这个规则 这个知识 没有讲解 因为他们想 很快的 就回去 thank you for the Dharma talk I would like to understand more about Earth Devas and whether what they would look like from concentration so when we emerge from Jhana like and is it possible to see them and when you practice middha meditation I will teach you okay so when you practice middha meditation you need to radiate middha to Devas at the time according to the qualities of your light of concentration you may see or you may not see I will see at the time okay so it depends on the qualities of light of concentration what are Earth Devas what do they do and what are they for because and is it possible that they can harm us because there's a lot of rituals and traditions in Chinese culture about you know like burning incense for trees and that if we don't do it correctly then somebody will get sick and so on so I'm a little concerned about this and I want to so you should ask in Chinese that you want to ask in Chinese thank you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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at the question 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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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底 this 刚才 讲到 地居天 就是住在 人间的地上 的天人 到底他们 是长什么样子 的呢 我们能不能 利用我们的 定力 能够见得到呢 比如说 我们从禅难 安止定 出定之后 能不能够 见得到他们 那 顺者回答说 对这位 禅求者回答说 当您能够 修到这个 三波慈爱的时候 修慈爱的时候 我就会教导您 因为在修习 这个三波慈爱 修这个慈性的时候 你就需要 针对所有的 天人三波慈爱 那 在那个时候 根据您 这个 禅定的 这个品质 你的定力 之光的品质 你有可能 会见得到 这个地居天 也有可能 见不到 那到在修的时候呢 顺者就会 来检查 看能不能够 见得到 那所以呢 能不能够 见得到这些 住在我们周边的 这些天人呢 主要在于 我们定力的品质 有多好 那在接下去 这位产生 又问说 到底这些 地居天天人 是什么呢 他们能不能够 伤害我们呢 比如说在 我们华人的 传统里面 有很多的 这种类似 需要去 做适当 很多种经济 如果 习俗 经济 比如说 我们 要适当的供养 比如说 书等等 我不是听得很清楚 大概 要烧香等等 这不同的 就是这种习俗 那种经济 要不然做不好 可能会生病 可能会种种的 这种伤害 所以 到底这些 是不是有这样的事情 那尊者都回答说 那这个是 华人的习俗 要去问华人 所以 Atadeva they make their living so Atadeva they marry so they also take conception so they will give birth to like humans but Devas those who have much so they don't take conception they were born there with fully formed body so they don't take conception also they don't need to cook they don't need to make their living they don't need to wash their clothes there is no lettering in the Deva realm so it is very how to say it is a realm where they enjoy the results of their wholesome karma but Atadeva their karma is not very superior but they don't harm us okay what harm us good Devas they don't harm us there are many ghosts around us too okay so they may they may harm also they are bad bad celestial beings too they may do something ask to 首先 对不起 刚才我翻译错 刚才 正者最后讲的不是说去问华人 是说请那位残求者以华语发问 所以不是不是我对不起我抱歉翻译错 所以真的现在才真正给这个问题的答案 真的说那第一居天呢有很多在我们周边的住在我们旁边的天人呢有很多 那他们呢是属于第一居天 夜暴比较差所以他们还是一样有投身 有结生有投身 而且呢他们也会好像人类一样会互相结婚 那这个是属于第一居天 可是呢对于那些比较福报比较大的比较殊胜的天人呢 那就是天上天人他们没有经过这个投身 他们一投身到这个天界就 一发生到这个天界呢就马上形成了一个 身体就已经形成了不需要经过这个小孩的过程 就是直接就形成了他们这个天人的这个身体 所以他们不需要经过这个投胎这个过程 他们也不需要去煮饭 他们不需要去为了生活而去忙 他们不需要去洗衣服 在天界在天上的这个天界也没有厕所 所以可以总的来说呢 在天上这个天界呢是非常好的 在天人呢就是根据他们过去所累积的善业 在那儿享受这个福报 那可是至于在地上低居天的天人呢 他们的业力没有 他们的业报没有这么殊胜 可是低居天天人也不会去伤害我们 好的天人都不会去伤害人类 可是在我们身边还有很多的属于恶鬼道的众生 那有时候可能这些恶鬼道众生可能会伤害我们 也有一些可能是天界的众生是属于不好的 那有可能他们会对我们做某一些事情 所以他们是天界的众生 so Buddha laid down beku not to cut trees the reason is because one beku in times of the Buddha had cut a tree but unknowingly he had cut this child of a diva that stayed on the tree so the mother deva felt very angry he thought to destroy beku's life but he was conscious oh beku they have their father I should inform their father their father will do what is suitable so he organized his mind he approached the Buddha he informed about this and Buddha laid down not to cut the tree if beku's cut they can harm if they feel very angry 比如说 在树上也有住着很多的树神 或者我们树上的天人 我们叫树神 因此佛陀就设定了 这样的一条比枯戒律 说比枯不可以去砍树 为什么呢 就是因为在佛陀时代 有一位比枯 他去砍一棵树 砍凡一棵树 可是在他不知觉的情况之下 他砍到了一个树神的儿子 住在树上天人的儿子 那这时候 这个树神的这个母亲 他看到了这样的情况 他非常的生气 他本来是想要去 取这个比枯的性命 要把他杀死 可是后来他在想 这些比枯呢 有他们的父亲 那我应该去 通知他们的父亲 让他们的父亲 会懂得怎么去做 所以他就把他的心整理好了 然后去见 这是比枯的父亲 这边比枯的父亲 指的就是佛陀 他就去见了佛陀 让佛陀知道 发生了这样的一件事 所以佛陀因此 就设定了这样的一条戒律 说比枯不允许去砍树 如果 因为如果比枯去砍树的话 那这些树神 树上天人 如果他们生气的话 有可能 他们会去伤害 这些比枯 如果他们的佛陀 没有放下这些规则 如果 佛陀因他们的怀疑 如果他们会 去砍树 非常贵的比枯 那些 可能是一位 一位 有多危险 那麽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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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枯 如果当时 佛陀没有 钉下这一条戒律 说阻止 比枯们 去砍树 万一 比枯砍树之后 触怒了 这些树神 那他们因此 由于他们的 忿恨心 而去 杀死了 一个有戒恨 有戒德的 这个比枯 甚至有可能 是一位 生者的 比枯 那这样的话 对天人来说 这个树神来说 是非常的危险的 所以由于佛陀 觉察到 有可能会出现 这样的一个危险 因此佛陀 设定了这样的戒律 说比枯 不可以砍树 最后一个问题 天人他们福化很大 就是很怕来人间 因为人间好像是 那个马桶一样 很恶臭 那那个富法神 他属于地区天 就是他会忍受 人类恶臭 那请问一下 像我们大殿两边 委托尊者 跟前男尊者 他们两个富法神 是属于哪一层天的天人 这位优优优优优独播剧场 的优优优独播剧场 真的说 您要问他们 因为这些只是一个塑像 是人类所制造的 一尊塑像 对不起 因为有发问 请大家用麦克风 因为我们都有录音起来 这样来出 那个光碟会比较好 请问一下尊者 就是一般修行者 他旁边可能有一些 富法神 或是说好像有受戒 有什么戒神 我不晓得这个对不对 就是说 他是有固定 是某一层天的天人 还是说 佛陀有交代 什么富法神 来保护这些行者 这样子 then the follow-up question is they're different they're different point of view devas are busy with their busyness so so virtuous persons are protected by those devas who have much punya the fragrance they will be respect and they will protect us 那其实 他天王 就是第四天 也会来 鼎领 这样的一个 接行 接行 清静的人 所以呢 一个接行 很清静的人 接行 很清静的人 是会收到 那些有很大福报的 天人 所保护的 因为呢 一个 一个接行 这个接行 的这个接行 清静接行的 这个香味 是能够逆缝而行的 逆缝而散泊出去 可是一般的 花朵的香味 只能够 顺着缝而去而已 但是 清静接行的 这个香味 却能够逆缝而行 所以因此呢 我们知道 我们皈依的对象 并不是这些天人 因为天人 会来 保护 这些 接行 清静的人 所以我们应该 要成为 一定要成为 这个 接行 清静的人 要把我们的 接行 变得很清静 那这样的话呢 天人也会来 顶礼我们 天人也会来 保护我们 那有些人 那有些人 他们想要得到 这些 看不见的 这些 终生的帮助 比如说 这些非常 有 这个 殊胜 福报的 这些天人的帮助 那因此 尊者为我们分享 说 因为这样的 这样的原因 有些人呢 他避免 不去 他不去吃肉 因为呢 如果吃肉的话 会让我们 变得更加的 这个 厌恶 对天人来讲 会变得更显的 厌恶 所以因此呢 这些人呢 他们吃的就是 只是蔬菜而已 那现在已经是 九点零五分了 所以真的说 我们今天呢 就开始到这里 我们将今天 所累积的功德呢 来做一份响 Itam Me Ponyan Asavakaya Vaham Hothu Itam Me Ponyan Nibhanasa Pachayo Hothu MAMA PUNYA BHAGAM SABHA SATANAM BAJEMI TE SABE MESAMAM PUNYA BHAGAM LE BANTU SAD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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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